小S今期在节目上聊到对美食的一些看法 他透露S妈是一个料理高手 有次跟大S在料理节目上邀请妈妈来做菜 心想要给一个大惊喜 结果冰箱放了一个大猪头 结果S妈面不改色真的做了卷作佳肴 让S姐妹都赞叹不已 同时小S更表示 有一回他跟大S在小笼包店吃饭 小S点三笼小笼包与牛肉卷 结果大S只摇头 更说你到底会不会点菜啊 怎么都是主食 大S表示 点菜要心中有苦 前面要点几个小菜 搭配蔬菜和甜点 都是主食看了都饱了 接着让小S重新上一课 因为小S也指出自己重视产品卫生 过去很多朋友告诉他一些小店特别好吃 不过小S只腌自己吃几十次都忘了 因为他只记得环境有多差 跟说包包可以放地上 菜绝对不能放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